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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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凤凰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程度真的是超级超级夸张 那大王我这边身为一只卡布卡忠诚的狗狗 当然也是要乖乖的整理出来我们这一个妈妈的男人包 准备来带大家一起深入了解我们卡布卡这只角色啦 这边也会列出时间轴方便各位来去做这个查询 卡布卡推出的时候也会有他的这一个同行任务 这期待卡布卡还有什么秘密等着告诉我们玩家呢 那废话不多说咱们就来开始介绍吧 虚无雷属的阻力输出 神秘美丽有这个大姐姐属性 更是咱们DART队伍最重要的一块冰图 DART是什么呢 几乎在任何游戏中你都可以听到DOT这个单字 DART的意思就是持续伤害 例如铁道里面我们有触电 灼山风化跟猎山等等 持续伤害触发的时间点是在敌方吸动后都会触发 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玩这种持续伤害的队伍 想着那种我就是要慢慢折磨你的那种快感 而雷屑的卡布卡除了能给予敌方触电的持续伤害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能快速引爆敌人身上的持续伤害 让所有有持续伤害的角色都能更大化的输出 不仅有持续伤害 连瞬间爆发能力也会有 这就是卡布卡的强势之处 也是所有咱们DART队伍的核心哦 那么我们就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卡布卡的技能吧 当然有关数据的部分 我们都还是要以正式三线师为主嘛 首先普攻就是打普攻 雷属性伤害基本上 卡布卡在单主席的情况下都是尽量能不普攻就别普攻 能战绩就按战绩哦 再来则是要介绍我们卡布卡的战绩啦 吃饭战绩后以中心点扩散至两方共三名敌人 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卡布卡的战绩特别点在于 敌方只要身上有被挂散持续伤害的话 譬如对方身上挂了卢卡的猎伤 或者是山博的风化等等之类的 那么卡布卡使用战绩后 可以立即引爆敌人目前身上的持续伤害 且不消耗剩余持续伤害的回合数 就可以直接砰~~ 强制引爆造成伤害 让我们这个大的队伍也能有瞬间打出大量伤害的关键 再来则是我们的终结季啦 终结季基本上跟战绩的概念是一样的 可以引爆怪物身上的持续伤害 但终结季引爆的倍率会更高 还会给敌人挂散我们触电的效果 卡布卡的战绩跟终结季都是引爆持续伤害的板击 敌方只要挂散越多种类的持续伤害 你就会看到卡布卡引爆后的速度跟烟火一样 我都等不起赶快抽来蹦蹦蹦了 再来则是我们的天赋 天赋能让卡布卡多一个手段 让敌方挂散我们这一个触电的伤害啦 只要让队友普攻cow一下就能触发 但一个回合只能触发一次 这点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最后则是我们的秘技 持绅的秘技开场能让敌人直接触电状态的效果 开场散触电 对方速度如果比你早 那就先小巧稍微电他一下啦 再来讲完了密切部分 我们来讲这卡布卡的行迹吧 首先是我们这个荆棘 这个行迹能让原本我们需要补 效果命中的卡布卡变得补到这么缺了 只需要再找一点点-10条歪效果命中的话 就能有超高的挂触电几率 通常我们一期也不会特别选择 去撑高效果命中只需要拉一点就够咯 第二个行迹掠夺 再加我们卡布卡终结技的循环 让我们自己有机会可以提早移动 就开我们的大招 最后一个则是我们折磨 原本只有引爆触电伤害的卡布卡 变得微烂 所有持续伤害引爆的能力 最关键的一个行迹 有这个行迹卡布卡才完善了整个 大成的体系 如果整个队伍有足起来的话 就会一直碰碰碰 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过瘾 那咱们介绍完了所有行迹之后 这边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行迹将点的顺序吧 终结技大于战技等于天赋大于土工 但其实这类型的东西都很简单 如果你有爱的话 那当然就是把它全满咯 看完以上的技能与行迹介绍的话 如果你已经决定要从我们卡布卡妈妈的话 那你接下来就会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卡布卡的星魂有这么需要升上去吗 那我们就接着来介绍星魂的部分看看抽战区会提升哪些能力吧 星魂1 提高目标受到的持续伤害 让我们大的体系痛痛痛 星魂2 则是 增加我们全体的持续伤害 这也很简单明了 就是让我们大的体系可以更加的痛啦 星魂3跟5的话 就是单纯的提高技能等级 也会提高自己的伤害 这边我们就不再多说明 星魂4 能让我们卡布卡终结际循环更加的顺畅 有机会可以更早的开启他的这个大招 最后这是我们的星魂6 提高触电伤害倍率的同时 又让触电状态持续时间增加一回合 伤害提升最大的一个星魂啊 让卡布卡的伤害整个爆发性的存在 唯一只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很贵 哈哈哈哈 这边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老实说卡布卡 他其实本身技能主在 零星魂的机制就已经算是完全提了 所以其实抽一支就非常非常足够了 当然剩下的都是单纯的提高伤害 但是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考虑把星魂给抽更高啦 毕竟有爱是最重要的 至于等等我们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星魂的抽取顺序还有关锥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讲 接着我们来讲卡布卡的关锥部分吧 首推我们这个卡布卡最棒的关锥 一定就是我们的专舞 这张关锥完美的契合卡布卡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又能提高高贵的速度的属性 加上卡面还能跟我们的妈妈共进晚餐 想想就觉得幸福啊 但是如果你预算真的不够的玩家 你完完全全不需要紧张啊兄弟们 因为这边其实有一张 事先非常不错的关锥可以来使用 就是我们的晚安与射言 地方目标每承受一个负面效果 就可以对其造成的伤害提高12% 这都叠加三成 如果叠满的情况下 可以提高24%之多 如果你自己的这个关锥 刚好有满叠影的晚安与射言的话 那其实你未必需要卡布卡的中午 因为他们的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重点是这张关锥在卡布卡的队伍里面 你基本上是可以完完全全吃满这个效果 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但如果你上面两张关锥都没有的话 那你有歪掉特哥的以世界之名也能使用 当然如果你上面真的全部全部都没有的话 那也能找这两个来暂时电弹用的分别是 延长记号以及猎物的视线 延长记号的效果是对触电或风化状态的增扇 以及提高你的急迫特攻 基本上有卡布卡的话 不用担心大腿的伤害会吃不到 再来是猎物的视线 提高效果命中的同时又能增加伤害 但其实因为卡布卡本身机制的关系 加上还有这一个行机的效果 效果命中比较不是优先考虑的属性 所以这张单纯就只是拿来提高一点点的伤害 但其实卡布卡底气这边还有蛮多的关锥 我们都可以被其他复兮 例如三伯卢卡来去使用啦 就尽量使用我们的周五还有晚安的睡眠 剩下的话就可以丢给三伯欧卢卡来去使用了 最后则是我们卡布卡本身 新闻关锥抽取的建议啦 如果你有满蝶影晚安的睡眠的话 周五可以不用急着抽取 直接提升你的新魂 对你的伤害提升比较大一点点 有满蝶影晚安的睡眠的话 抽取建议我这边会给大家会是 2加0再2加1 最后则是6加1 最后再来是6加5 我还直接把它满吧 接着来讲我们仪器的部分吧 我只能说 卡布卡仪器部分真的是天坛中的天坛 相对于其他需要找双爆的主席 卡布卡真的是轻松毕业啊 就像其他主席 哇 刷到怀疑人生 哇 好不容易找到双爆 真的找到有点歪 那是真的悲痛万分啊 毕竟我们只需要找攻击力 还有速度等等 真的是太香了 那咱们卡布卡的仪器 首推来还是我们雷套 以及太空封印战啦 卡布卡毕竟吃的是攻击力的系数 雷套的20%攻击 基本上是可以把它吃到你的哦 而太空封印战也是无脑加攻击 所以这两件仪器都非常的适合卡布卡 当然如果你雷套临时抽不起 想要更简单一点的话 雷套加快枪的2加2拿这个额外攻击 或者是雷套加信使2加2补个速度 其实都算是非常非常好抽的 如果太空封印真的没有的话 那就找停转电打用也是OK的哦 再来主磁条的部分 我们则是选择驱干攻击力 鞋子的话则是速度或攻击力 卡布卡一样需要速度去开战机 来疯狂的引爆 那如果你副词条速度歪的够多 或者是你有专武加速度的话 那你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攻击鞋啦 外面球的部分绝对是雷属性伤害趴 引力的提升最多的 连接神的话我这边会选攻击力趴 最后我们副词条的部分则是 攻击力趴等于速度 大于击破特攻大于双爆 哦补一点点的这个效果命中 最主要的还是攻击跟速度都要拉高 无脑叠攻击跟速度就对啦 讲了这么多问题又来了 有什么适合卡夫卡的配队呢 卡夫卡适合的队友大多都是有持续伤害的角色 这样才能扩大卡夫卡的技能效益 而铁道目前有这样的角色 基本上都会是四星 所以以伤害来讲的话 可能不会比其他队伍的豪华五星症来得强大 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则是 卡夫卡体系组成并不贵 甚至是如果你是最近才入坑铁道的新玩家 只要抽卡夫卡词 就能同时补到平民战神卡夫卡的完整体系的队伍 包括三伯 卢卡等等之类都在这一池 艾斯达甚至是直接登陆就送 真的谁变你都能去组 这边再稍微提一下这池陪跑的四星星角色 卢卡 物理虚无的角色 战绩单体伤害 能挂猎山持续三个回合 敌方生命越高的话就会越痛 但会有一个上限 上限的话是卢卡的攻击力 还能减除对方一个争议的效果 大招也是单体的伤害 还会拥有一个debuff 能使对方受到的伤害变高 持续三个回合 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卡夫卡的物理负戚 尤其在对单体的敌人来说 非常的有料 跟三伯各有优缺点 当然三伯满星魂时提升的还是比较多 满星魂的情况下会比卢卡还要来得更加的优秀 而且我相信未来卡夫卡的大塔队伍 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毕竟未来一定会有高机率 还会有其他五星大塔的角色 到时候妈妈 搞不好又能突破另外一个上限哦 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我会将以下几个角色来跟卡夫卡来做些搭配 我这边个人觉得艾斯达非常的不错 艾斯达能提供速度以及攻击 这些都是卡夫卡所需要的 甚至他的普攻都能挂燃烧 而如果你没练艾斯达的朋友 也是能上天云 加攻击力跟大招回能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就是银兰 银兰在大多队伍之内都还是非常的强大 卡夫卡的队伍也是同理 多多两家降伐能力 在对单体的敌人上面来说 提升还是最强大的 但如果万确之亭要组两队的情况下 可能会来得更高 整体最推荐的话 估计还是我们的艾斯达 再来则是我们需要找复兴 复兴的部分这边引力是推荐 鲁卡或三伯二选一 鲁卡能补卡夫卡对单的缺陷有打猎三 让卡夫卡打Boss能力获得一个不错的提升 再来三伯也是非常重要的复兴 能打风化 基本上可以看敌人的弱点 来决定你要放哪位复兴 最后则是生存队伍的话 就还是一样是罗刹会是首选 但如果真的没有罗刹的话 那白鲁跟纳塔塔差不多OK 非常容易但以上都是建议 大家还是能放自己想办的角色为主 再来则是这段时间开直播 有蛮多人问的问题就是 大王大王 如果我有了警员 还需要再抽卡夫卡吗 诶那接下来只是我的个人的意见 也不是什么圣经一定要参照 大家就听听就OK了 我们从队伍伤害 擅长领域 以及未来新的三个方向来去看的话 队伍伤害方面 警员目前能组出来的队伍相对来讲很熟 敌人没落雷属的话 也能上盈栏区找落点 搭配双拐伤害也够高 而卡夫卡目前在DOT体系来说 其实不是不完整 而是目前真的没有所谓 DOT体系的高配队伍 伤害阵而然会比较没办法 和顶配的警员来做相比的 所以目前个人来讲的话 应该是警员伤害会裂高一些 但还是要等卡夫卡实际上线测试之后 才可以去做出一个确定 上场领域方面的话 警员对单队群都不差 卡夫卡则欠缺对单的能力 只能靠他的队友来去补足 例如桑波或者是鲁卡 单看触定的伤害是蛮高的 但对其他队友给的持续伤害 则是看那个角色本身了 但很多情况 其实我们也不太能这样来去做比较 毕竟体系不同 一个是直伤 一个则是DOT 警员如果被控 神军打不出来的话 伤害其实也是讲非常非常多的 每个敌人最佳解法都不一定 万全之挺之类的地方 也会做求给 不同体系的人来发挥 所以其实真的都不好说 再来卡夫卡 我个人绝对是一只未来可惜的角色 我猜想会把卡夫卡设计这样的玩法 未来一定也会陆细推出 五星其他大特的体系 角色几率绝对是非常高的 所以各位基本上也不太需要紧张 那这边如果最后 我要给一个结论的话 是如果你有抽警员 当你预算又有限 又对妈妈比较无感的话 那我自己觉得卡夫卡是可以跳过的 对于如果你没有警员 甚至是如果你是这次才入肯的新手玩家 其实卡夫卡这次是真的非常不错的 至于如果问我的话 我虽然有抽警员 关锥还是满的 但我一样会抽卡夫卡 嘿嘿 因为妈妈实在是有够婆啦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卡夫卡妈妈的角色全部的懒人资讯 那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到大王的直播台 这边来询问我哦 也可以加入我的崩坏星球铁道 LINE社群还有QR Code在这边 里面有非常多厉害的玩家 很多都比大王还要来的厉害 如果比较采用Discord 玩家也可以选择加入我的Discord 里面有各种游戏的独立频道 也有星球铁道的专属频道 能让你找到更多更多的童话 来一起讨论这款游戏哦 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到 还在犹豫要不要抽卡不卡了你 那别忘记按赞或是留个言 这样才不会错过咱们后面的攻略影片 还能顺便让星球铁道的影片 充满你的演算法哦 那么这支影片就到这啦 我是大王 咱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放 还长成 仔数捷 粉 小狮 炒 Al P